Hello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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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最近不会网上传了一个乃卡的六四广告嘛 关于那个叫Tankman 坦克人的 然后台卡的我这一看 估计啊以后 华为啊 乃卡跟华为的合作就要被终止了 估计啊 因为你想一想 这乃卡已经触碰了中共的底线了嘛 属于叫这个红线已经被碰了 这六四只要中国国内什么企业一碰六四 那基本上就挂了 肯定挂 政治高压嘛 然后呢 你说人家乃卡流不流逼 人家乃卡真的流逼 对不对 乃卡人家人家就敢拍这个广告片 对不对 而且今年是30周年 人家就敢拍 怎么了 那个 看你在共产党你难拿它怎么办 你难拿它怎么办呢 最近那边鸟叫 鸟比较叫的太多了 这边鸟太多了 还有呢 你看这华为啊 就一谈到五毛小粉一谈到中国高科技啊 就讲华为 啊华为怎么用 怎么怎么流逼怎么流逼 华为流逼啥啊华为 中国的手机 华为呢还有搞什么电信的设备嘛 华为就跟那个叫中芯一样嘛 美国不把芯片卖给华为 华为搞什么5G呀 你告诉我 美国一制裁中芯的芯片 美国一制裁中芯的芯片嘛 中芯立马不行了 美国要制裁华为的芯片呢 华为能行吗 华为肯定不行 它芯片它能造啊 那那个还有操作系统呢 它能呢 干嘛不行嘛 没什么高科技 知道吧 还有华为的手机 华为手机能有啥高科技啊 卖这么高的价格 然后呢五毛啊 国内的帮人就开始 吹牛逼啊 说华为多么厉害多么厉害 你就看一看华为的卖点 卖什么拍照吗 但是拍照里面是什么 是哪一卡 就是说华为卖的时候 就会说我们这个镜头是哪一卡的啊 哪一卡调教了 然后老百姓呢 国内的老百姓就觉得这个镜头是哪一卡的 哪一卡高级啊 德国的 实际上这个镜头 哪一卡不生产 这种手机镜头的 这种手机镜头做的最好的全世界 是索尼 哪一卡只是说调教一下 明白吧 哪一卡它是生产相机的 他就是说相机单反什么这一类 因为它跟手机这玩意儿是完全另外一个领域的 但是中国消费者 尤其是华为抓住了消费者的 心嘛 兴趣点 你看我们是我们有背后有有洋人之词 我们是哪一卡的啊 我们哪一卡的镜头 明白了吧 你如果中国能有啥高科技 华为能有 这个手机里面 华为手机里面 从操作系统 芯片 内存 屏幕 哪个是它自己能造的 传感器 对不对 哪个是它自己能造的 我问你 你不开玩笑吗 中国 你不要说华为 中国哪一家手机制造厂 它不是组装的 我就问你 芯片 CPU 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 屏幕 摄像头 内存 手机也就是几个大块的吧 大部件 没一个人造了 中国没有 所以你天天催 天天催中国什么样 国产什么样 国产就是不行嘛 对吧 你中国你能搞出什么呢 我说中国这国家真的是 你都发展了几十年了 你发展出什么玩意儿 建国都七十年了 有人说建国 中国建国已经五千年了 你手机什么玩意儿你能搞出来啊 然后又有国内的帮人 我们华为 我们华为还有什么麒麟985什么什么 芯片 我就问你 他的芯片里面是他的照了 华为我就问你 那芯片里面拆开来是你照了吗 你不要吹牛逼的吧 中国没有一家企业他能造芯片 懂不懂 你问任何一个在中国上过班的人 只要是个人 中国哪一家企业他能造芯片啊 没有一家企业能造芯片 就跟中国汽车的呢 你说我们这国家中国吧 他能造什么 手机手机造不好 汽车造不好 摩托车造不好 你能生产什么高端货啊 你看看 中国能有什么高端货 梅林乘以来都低端的嘛 都是低端的 我在想了吧 你说他 他能生产什么高端的呢 他可能生产一个塑料 他能生产这个能生产 他有什么高端的 我问你什么高科技 能有啥高科技 能生产衣服 这个衣服也能生产 他能有什么高科技啊 你说啊 当然高铁呢 也是属于学人家偷人 就是说买人家的嘛 对不对 也是买人家的嘛 刘志军嘛 高铁就是收购 招标 说白了就买人家的嘛 都承认了嘛 你能有什么高科技啊 我就问你 对不对 你汽车发动机你搞不出来 然后呢 又有五毛小朋友 急了 我们中国 我们还能搞出原子弹 搞出 导弹 搞出火箭 那能叫高科技吗 我问你啊 朝鲜都能搞出来 中国14亿人 朝鲜才2000多万元 而且朝鲜是被国际社会封锁的 人家都能搞出核武器 原子弹都能搞出导弹来 能是啥高科技啊 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科技 核电站 有人说我们要搞出核电站 核电站 核电站搞出的国家多了去的 你知道吧 他不是高科技 我都收不了你们啊 那汽车呢 汽车 汽车中国就没搞出来 你能搞出来吗 对吧你发动机 所以人家你看到美国在大马路上 丰田本田开了20年 1999年的车 现在还能开 你能开吗 你中国的 你中国的发动机 公公公公公 每隔几年坏了 对不对 你中国生产的手机 你就不能生产手机 你知道 中国 你摄像头 你好的能造出来吗 我问你 你屏幕好的你能造出来吗 不是CPU什么芯片 你能造出来吗 不能吗 操作系统 除了谷歌就是 除了谷歌安卓就是苹果 你能造出来吗 电脑你能吗 不是你在中国 你什么都不行 就是你 你没有高端货 你知道吧 没有高科技 中国没有高科技 你能有啥高科技啊 你呀 中国那些工程机械 没有什么高科技 你知道吧 什么高科技 你能生产啊 你能给我搞出来 对不对 我妈小朋友你告诉我 你能 你能有啥高科技 我就在想 飞机飞机 你搞不出来 对不对 那拼凑了那个C919 啥呢 里面一看零件 全部都是外国的 你 当然你能拼出来 已经不错了 能飞上天已经不错了 就没有是你的 你知道 中国没有高科技 对不对 中国没有 那天上飞的 海里面游的 地上跑的 你哪个你中国 你你造的好了 我就问你 对不对 从航空发动机 到汽车发动机 哪个你造的好了 你因为你的材料不过关嘛 对不对吧 你的材料不过关 你的加工机床 你也不过关 你都 你说白了就像我们呢 我学到机械了嘛 我们老是说了嘛 中国整个工业体系 不是说这不行那不行的问题 它整个工业体系 都是落后的 它没法竞争 知道吧 它整个工业体系 都是落后的 如果你 如果像我们 许多关注我的观众朋友们 你在上班的话 你就知道 进口货就是比你国产的好 为什么 有人说国产的 他不能 他 他就为什么不卖的 质量好的呢 因为国产的 他造不出质量好的 我问你呢 华为索尼 不 华为 华为 小米 还有中国什么手机品牌 华为 小米 OPPO 微博什么玩意儿 他们能把这手机零件给造出来吗 它不行啊 中国那些几个汽车厂 一气还什么什么 它能把发动机搞出来吗 它没有 它就能生产一点塑料 中国这国家就能搞一点塑料 搞一点美丁菜 低端的代工 生产一点钢铁啥的 而且是低端的 你高端的还不行 你知道吧 这高端的没法弄 高端的那些钢呢 这些高墙路的 它也不能造 它就能生产低端的 所以说 大家也替我想一想 中国能生产啥高科技 中国能有什么高科技 它创造出了什么 对不对 那发明出的啥玩意儿 天上飞的 海里面游的 路上跑的 哪个是中国发明的 对不对 那随声听 耳机 BB机 手机 眼镜 自行车 摩托车 没一个中国发明的 而且没一个中国人造的好了 哈哈哈 你说是不是 你就是人多 你知道吧 地大 资源多 没大 所以我让你们也别激动了 看清楚 真实的世界 明白吧 好了 拜拜了 我跟大家说拜拜了 再见